川普會不會到最後拒絕辯論 我認為應該不會 因為你如果拒絕辯論 就表示你膽怯 至於川普這樣很自戀的人來講 他不會讓人家覺得他沒有膽子來辯論 所以應該會 但是現在當然關鍵就是說 究竟要不要關麥 因為上次他辯論的時候 你知道他跟拜登在辯論的時候 一直打岔 拜登講的句話 shut up man 閉嘴好不好 所以所以這個就是當時 拜登要跟他辯論的時候 為什麼希望說關麥 就是說不要被打擾這樣子 那賀錦麗的幕僚 我們想一下開麥啊 川普不是很喜歡 表現的惡情惡相的樣子嗎 打斷人家講話嗎 那就開麥 讓他表現 讓百姓看看 這樣的人可不會當總統 所以雙方都有所塗抹 那你認為那現在究竟會不會開麥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雙方的既然有這個盤算的話 不過我認為辯論最後 私必是會辯論 那我是覺得三勒本到大陸 到大陸去訪問 是大陸邀請的 王毅邀請 我如果大陸當然是非常重視跟美國的關係 因為大陸關係裡面 美國對他是最重要 最大的這個外銷的市場 高科技產品的來源 然後呢 也是這個在軍事上 頻頻這個對他進行圍堵的 這樣一個超級強權嘛 那我認為他這個時候 你選舉已經這麼近了 中國大陸要做一個邀請Sullivan去 中國大陸訪問的動作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他就是在做選擇 他就在押寶 他就是希望說 這個Harris可以當選 民主黨政府或記者 因為民主黨政府至少比較predictable 可以預測他的行為 比較可預測 因為川普一上來的話 他可以把你搞得天下大亂 把朋友跟敵人都搞得天下大亂 川普是有這個本事的 我認為中國大陸認為說 雖然拜登並沒有放棄 這個川普當時的所謂的高關稅的 這個對付他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但是拜登也同時做了很多 對於中國大陸表示友善的一個 這樣一個動作 你看這次的政綱 其實是拜登的政綱 拜登認為這個黨綱 他的第二順 所以他上面講的都講 我的second term 我要怎麼做怎麼做 這裡面講出他所有的 這種心事出來 第一個就是我跟中國大陸是競爭的 我要贏得他 但是結尾說 我要很負責任的 去管理兩岸的關係 美國跟中國大陸關係 不要讓他惡化成為一個衝突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就是為什麼過去的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光講一個四月份好了 今年四月份 這個拜登跟習近平通了一個電話 通了一個小時又45分鐘 接著過了幾天 葉冷財政部長就去訪問中國大陸 接著在四月底的時候 布林肯就去訪問了中國大陸 五月的時候 奧斯汀跟中國大陸的這個 國防部長在新加坡就見了面 這種東西就是美國就真的他的政策就 拜登這種政策是非常的清楚 我一邊要打壓你 可另外一方面呢 我不想跟你衝突 所以我給你很友善的來往 我認為中國大陸認為拜登這樣一個敵人 給繼承拜登 比較可能繼承拜登政策的 Harris的這樣一個一個對手 是一個比較可以令人放心的對手 所以我認為他邀請Sullivan去訪問 基本上就在壓寶 我基本上說大陸現在所有的政策 只有一個字 穩 穩 維穩 壓倒一切 你說經濟為什麼 有幾個動作經濟又可以起來 有幾個動作房地產就可以跌來 為什麼不做呢 穩 穩定壓倒一切 穩定壓倒經濟成長 穩定壓倒這個其他的問題 就是要穩定 所以我想在國際關係上也是一樣 中國方面是王毅邀請蘇利文去 我覺得更特別的顯得大陸呢 在這種大國外交的細膩 和這個操作上面的很高明的地方 這一方面顯示中國並不是一個 短視近立的國家 你反正已經要下台了 我們兩個之間也沒什麼好談了 你這個美國對於國際政局的 這個影響力也有限了 就是中國不這樣子看 而是邀請了蘇利文去 然後著眼於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 兩大國關係的穩定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面呢 蘇利文呢 美方他們如果呢 是能夠了解啊 就有那個中國通 能夠了解中國在這種操作上面的 這種細膩安排的話 應該會特別的有所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當中美關係呢 因為氣球的這個事件呢 陷入了低潮之後 蘇利文跟王毅的戰略溝通管道呢 在當時就發揮了很重要的這個作用 兩個人呢 在維也納啊 在馬爾塔什麼會面等等啊 所以呢 在蘇利文呢 即將要這個卸任的前夕 他從來沒有去過這個中國大陸 王毅呢 邀請他去 也在凸顯這個戰略溝通管道的重要性啊 希望呢 中美日後呢 能夠繼續維持這樣子的一個戰略的溝通 增加彼此的一個互信 那你說就實質的內容來看的話 我看到蘇利文呢 特別的有提出來 希望兩國之間呢 能夠提升到 就是能夠提升到這個作戰司令的層級的溝通 你就可以知道說 美國方面呢 對於在現在的美國的政局呢 處在一個比較混亂期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們是非常的不希望啊 不管是在台海南海之間 有任何的 是在彼此的意料之外的情況發生 這樣子呢 都可能會使得這個局勢呢 更困難 至於說 他有沒有要安排接下來的 這個拜習會 有沒有可能實現 我覺得當然有兩個指標啦 第一個就是看 你看這個習近平呢 會不會在這一次呢 他蘇利文去訪問北京的時候是會見他 不過我覺得以這個中國這一次 這樣子出手 這麼重人情味的這個安排啊 會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